男朋友八頓黃金換37戶毫半 定金不見淡 建商說來亂的 我手上擁有的金 是全亞洲最大量 一頓是19億 8對 144億 哇塞 144億的黃金 我想我這一輩子也沒機會看 來自新竹45歲的杜先生 他說他手上擁有這麼多黃金 我主要的業務範圍是做黃金 台灣總頓數黃金的庫存 外貿存體是423頓左右 一公噸的黃金可以印出 三到五公噸的資金現鈔 一口黃金金的黃金哥 他說境外八頓黃金 都是受六位國外華人金族所委託 並以黃金身份證SKR 存放在香港的銀行 六人獲利了結轉會回台 由他負責找尋房地產標的 年初他今有人牽線結市 新漢建設董事長 擺明一次要吃下37戶超級豪宅商辦 505年的新漢市林官邸 37戶共約50至80億元 並簽訂投資備忘錄 該物件是擺平一等一超級商辦 隨便一戶就要兩億以上 即使如此也不是隨便小老百姓可入手 沒想到本來談好的交易 卻遭建商質疑資金證明文件有假 不是本人名字 也無法確認真實性 連10%訂金都付不出 陸宣生找了一個朋友 來跟我們公司做接洽的 這件事情其實 香港從頭到尾就是一個 只需烏有的事情 當時他也跟我們講說 要在幾月幾號之前 要付10%的訂金 應該是4月中旬的時候吧 那他的意思是說 要把後面的90%全部付清 但是從頭到尾 我們都沒有看到任何的款項 或任何的東西 黃金哥則說他有邀 對方到瑞士銀行進行財力證明 再來簽證式契約 卻遭對方拒絕交易 現在他無法對國外金主交代 覺得辛漢不守信用 讓我把我香港的貨全部移回來 貨只要移回來 台灣就會有錢 我跟辛漢這些交易 就是我們當初談好的 是用黃金的身分證來做交易 SKR做交易 不過新的豪宅案這麼多 為何黃金各度都偏好505年的豪宅呢 不據民建商表示 銷售時間長的豪宅建案 或高價土地較容易清淨 只要成功一次 利潤就是一來一去 不把黃金從國外移進來 去撐台灣的底 台灣就是空的 台灣空的 你可以想像越來越多 偷牆拐騙的事情發生 冰點 楊 不管 我們 我們 對 跟